台北文学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 它是跟巷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同安街 而这个地方也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冀州庵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 作为文学森林的一个据点呢 因为后面这一栋冀州庵的古籍本体 它非常重要的是 它不仅仅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它是重要的一个高级料亭 让客人来到这个地方可以享受新练习的河岸风光 更重要是在战后的出席 我们台湾重要的小说家王文鑫先生 他的童年时期曾经在这里度过 而他的重要小说家变 也是以冀州庵来作为他的主要场景 那冀州庵的新管由于它的地缘的关系 它现在已经成为城南的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这棵老树的后面就是厦门街第113项 在这条巷子上面开过两家重要的文学出版社 以及住过重要的经典作家 因此也使得这条巷子像集中安一样 变成城南文化重要的文学据点 各位现在看到的厦门街113项8号 就是于光中先生的旧居 那厦门街113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于光中先生住的地方 再稍微往前一点有红饭书店 再更往前一点有尔雅书店 而于先生他有很多作品正是这两家出版社所出版的 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在560年代的时候 于先生的书稿写好了 他要送到出版社 其实是一个散步过去就会有的一个 一个很愉快的一种状态 那他当然也能够跟这两家出版社长期一直维持友好的关系 于光中先生他曾经说 虽然厦门街不是他住了最久的地方 可是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回忆 因为他曾经讲过 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人家的先生 他做了父亲 他也做了老师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边也是于先生他的文学地位奠定的过程当中 他许多重要作品所写出来的地方 那我后面这一家松林书局是 古岭街救出室里面最早成立的一家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他有留下许多这种岁月的痕迹 非常发丝果之忧情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整个知识累积的这个感觉 有一点就像我们来到松林书店 就可以看到整个孤岭街 他长远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那么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 这一家松林书局可以说就是 孤岭街昔年繁华的旧书市场所留下来 到目前为止还在营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